如果我们看到欧洲央行方释放出更多量化宽松政策的话 欧元对兰特在未来数月时段内可能会贬值 来自兰德商银银行的埃萨赫这么认为 南非总统祖马最近顺利通过对其12个月内的第二次不信任投票 那么您认为这种政治上的动荡会对短时段内欧元对兰特汇率有何影响 的确政治动荡会影响到欧元对兰特的汇率走势 而当前最重要的事件在于财政部长普拉文·戈尔丹与南非税务局长之间的法律纠纷 这影响相当负面 而且我们看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 一周内就曾换了两任财政部长 基于上述原因 我认为兰特还会继续保持疲软 预计截至到3月底 欧元对兰特汇率将会达到17.47 甚至要有可能触及18.02的价位 根据报道 南非债券被下调至垃圾级风险 且该国货币价值也是呈自由落体下走 那么您认为中期时段内 兰特跌势是否会持续呢 介于政府债券的疲软态势 以及油价的下跌 在我看来 2月份公布的预算缩减态势 很有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12月份 而关于兰特汇率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债券和兰特 都出现过大量抛售 但市场的价格已经被预先考虑进了兰特的汇率中 尽管汇率趋势会走软 债券评级被下调至垃圾级 我认为该时段内更有可能会发生汇率的调整 而非自由落体下跌 最后一个问题 哪些最为重要的指标会影响到您对未来12个月 该货币队汇率的预期呢 如果从南非方面来看 我认为最为重要的 会是国内经济基本面指标的改善 还有商业信心 以及资金从国内的流入情况 至于说欧元区方面 我认为欧央行的货币政策最为关键 如果欧央行让市场失望 不扩大量化宽松 进一步下调负利率 这总体上会让欧元对兰特走强 而如果我们看到 欧洲央行方释放出更多量化宽松政策的话 那么欧元对兰特 在未来数个月的时段内 很有可能会出现贬值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埃萨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莫尼卡·吉布森将会为您带来 下一期的预测播报 敬请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